哈囉大家好我是小育兒 這次拍攝的MV是提線木偶 也是我EP的第一首單曲 這首歌的創作靈感是來自於 我的婆婆殺了我這件社會的真實案件為題材 然後就是希望女生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不要被束縛住 我不是你的提線木偶 是想要傳達說 就是我們應該要有自由意識 然後不要被人家給操控住 然後我們要有自己的想法這樣子 這次MV也是又跟我們上一次 《寂寞是一場孤獨的飛行》導演又齊合作 那她在MV中有特別加上 就是每一畫面有一個低血的景象 那是要傳達說內心在淌血的那種意境感覺 這次是跟彩玲姐合作 然後她飾演我的婆婆 她不是演那一種很凶狠的那種感覺 就是故意給人家冷冷的感覺 然後好像很難清淨 我們有一段對戲 就是我不小心摔倒那個水壺的時候 然後婆婆講了一句話 她當下的那個台詞 讓我覺得我就是會很害怕 然後但是又很想要爭一口氣這樣子 那飾演我的先生 我的老公是楊明威 那楊明威我們本來就認識很多年了 然後也是朋友的朋友 所以其實在對戲上面 就是默契上面也算是滿好的 那楊明威呢她本身就是非常幽默的鬥趣 然後在這麼嚴肅的這個劇情中 她就是我們現在的開心 就楊明威看到我的時候 她就說她跟志友講說 欸我今天跟小玉兒有床戲欸 對在床上對戲 她私以下雖然很搞笑 但是呢一上戲的時候呢 就是那個演員的那個氣勢跟專業度 就是非常的十足 然後就非常的到位 也滿容易被她的情緒給帶入的 就像其實有一段我們在房間的戲 就是導演是希望我可以眼眶泛淚 那我就問楊明威說 楊明威可以教我說 怎麼樣就是疫苗落淚嗎之類的 然後她就說 你就一直不要眨眼睛 眼光就自然會落淚了 今天拍攝完的感想就是 畫面很美 然後謝謝導演給我拍得很帥 然後小玉呢 很專業 很漂亮 一點也沒有那個 她好像不會緊張對不對 是不會緊張的 還好 不會那我就會不會緊張 這屁呀 對啊滿不錯的一個經驗這樣 很寂寞 看著 好 回去 那我希望這支MV可以傳達的就是說 不管我們過去有多麼的傷痛 那希望呢大家可以走出這個傷痛 黯然的放下這些事情 在現實社會中 然後不要發生這種 薄熙之間的問題 那如果不小心發生了 那當然先生這個角色是非常重要 必須要有更積極的作為 那這支MV是希望可以提醒大家 不要再有類似的事件發生這樣 大家看完這支MV如果有什麼感觸 或是有正面臨薄熙問題的話 歡迎大家到我Youtube的下方留言 跟我一起討論 我們或許可以解決了很多問題 提線木偶EP移在各大數位平台上架 裡面除了主打歌提線木偶之外 還有收不回的賭注 跟不完美才是完美的 希望大家趕快去收聽喔 我是小玉兒 我們下次見 掰掰